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4日 星期一 這節 今天是2月14日 情人節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這節繼續揭露 香港 又一個勢力繼續被鬥爭 這個 即使 司法界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多 都已經向了 其實也不止九十多了 其實 據我們看到 99.99% 已經完全倒向了中共 即使幫中共 做完 政治任務 是不是立即會獲得獎賞呢 答案就是 不是 反而換來這個界別 再一次 可能將會遭受整頓 我們這節要揭露的就是反對派最大指揮 繼續 追擊司法界 這次追擊的 是他們的假法 追擊假法官 是帶著假法的法官 這個就說要去除假法 踢走就戀直程義傑 我加上去 有沒有發現他們說英國的東西 殖民地的東西 他們就會用一些 很負面 很難聽的字眼 中文就是如此壞 有分貶義 有分貢義 每逢港和英國有關 和港英有關的字眼 他們全部都用了一些 很負面的字眼 如果你說戴假法 叫做戀直 中式暴躁 好 這是不是叫戀共 何止戀共 就是戀共 視乎看你用甚麼動詞 他們很喜歡一說英國的時候 就用個戀字 戀字除了戀愛 說之外 很多時候 都是帶有負面的意思 例如說你戀直 又或者 戀童 全部都不是一些好的字眼 這節繼續跟大家分享 繼續跟大家討論一下 講之前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雜託 請大家繼續支持本台廣播 經濟能力許好的朋友 希望你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其他朋友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廣播 繼續幫我們 無限度播放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手動點擊 香港回歸 被佔領了25年 還帶有大量殖民地色彩的東西 反對派最大姐妹東方日報倡議 紀律部隊要轉用中式暴操 好 接著呢 再將剩下 戀籍的地方 全部都需要改革 我待會先跟大家分析 其實某些程度上 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們是同意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為甚麼最近跟東方那麼多 意見 相同呢 有原因 不過呢 出發點不一樣 先跟大家再繼續分享 繼續說 香港有很多 不同的範疇 仍然存在著戀籍的問題 需要改革 其中一項就是這個司法 法庭的審訊 現在一部分還繼續用英文 當中 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 審案的時候 繼續穿着袍 以及帶著假法 他們認為應該 港共政府要加快步伐 要將殖民地的色彩 盡快跟隨 所以他們就說要幫法官脫法 將他們的假法摺下來 他們就說這樣增加國民身份認同 這種做法 真的有些問題 繼續說要逐步切換外籍法官 繼續要對付那些 放生暴徒的皇冠 我們當然不同意 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既然 香港的假面具 都被撕破了 不如你索性 撕下去 其實對於 香港未來的出路可能不是壞處 因為 那個 世界 其他國家 例如英國 美國 可以清清楚楚 看到你的司法 已經淪為了政治的機器 所以 從這個角度去說 我贊成 反而如果你現在繼續用一個 有英國影子的包裝 繼續 在扮演一個獨立的法治 反而對於 香港的未來 香港人的未來 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 那個司法迫害 繼續把那個迫害 藏在一個 虛假的司法裏面 他繼續 用一部分的司法 獨立來包裝那個政治的迫害 所以如果他用了中式的方法 真的變成人民法院 改了名字 我贊成改了名字 如果你真的問我 要做就做得盡一點 不要只是 將 法官的假法砸下來 要做的就徹底一點 如果不是 欠缺中國特色 欠缺 這個 國籍認同 國民身份認同 有困難 所以 這不是好事來的 勸你 所有法院全部 改名 不要留在殖民地特色 叫做人民法院 例如西九龍人民法院 港島東人民法院 高等人民法院 中審人民法院 我很贊成 不要穿袍了 不准說英文 要說就說普通話 你說會不會極端了一點 沒有啊 現在不分的 現在香港就是如此極端的 現在 其他領域不極端嗎 其他領域也很極端的 醫院 學校 基本上和禁言都沒有分別 不宣誓要離開了 然後說黃醫生是黑醫護 那是否還在那個司法呢 司法的假面具 反而成為了港共政府 司法迫害 實際上是在做政治操作 那個就是 包裝 成為了辯護的理由 所以我們是同意的 其實我們同意應該 把殖民地 特色剷除 清清楚楚 叫做 人民法院 這樣 是有好處的 不代表 你徹底 否定了每一個法庭審訊 尤其是在商業糾紛上 內地的法院 很多時候也可能要打官司 在內地做生意 內地 不過內地的法院那種黑暗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內地的商業運作 就沒有因為他的司法受到政治 徹底干擾 令到商業無法運作 反而內地的經濟 就不是靠那個法庭的法治 而是 形成了一套獨立於 那個 司法體系裏面的另一套系統 所以為甚麼內地的網購那麼盛行呢 這個有原因 因為那個網購的平台 就成為了那個 一個仲裁的地方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稍為明白 什麼叫做仲裁 仲裁其實原本就是叫你 不要去法庭打官司啦 你自己 選擇一個forum 選擇一個平台 自己用一個 方法去決定到底誰對誰錯 你們去委任一個仲裁員 去處理你們的案件 不要跟法庭程序 其實仲裁就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原本應該要打官司的東西 去用仲裁的方式處理 而仲裁呢 是有法律效力的 這件事在商業的糾紛上面 是挺有效的 但是商業的糾紛當然啦 中國內地有沒有法治 有沒有人權 大家很清楚了 完全沒有 所以我認為 香港到最後一大堆支持政府的人 到最後他們說的都是要商業利益 不如你把那個 法律包裝的假面具 有法治包裝的假面具 連同他們的假髮 一起摘下來算了 避免西方世界 仍然有很多人 錯誤地以為 他還有 司法獨立 好了 所以搞了那麼久了 你的司法體系 徹底 挖過去的政權那邊 但是你們又不願意承認 到最後 你就想保持司法獨立 保持英國的特色 香港還是 勉強叫做普通法的地方 但是現在 實在是已經不再是 包括一大堆 刑事司法制度 裡面被檢控的人 根據國安法 控告的人 例如這個35家 這裏也要回應 一個point 我們都已經 跟大家多次指出 有一句說話是藍絲很喜歡說的 那句叫做叫人衝 自己鬆 不知道到底是誰發明 但是 有大量的藍絲很喜歡說這句 這個邏輯 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在於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站在同一陣線 這句說話除了搞分化之外 其實沒有任何 其他意思 一說到35家的問題就出現了 35家的人就被捕 當初有份贊成35家的人 如果按照這句說話 那麼 不好意思了 你各下也犯了這個毛病 就是你叫人衝 你自己就鬆 別人就被拘捕了 你有份倡議 你有份贊成 但是你自己 就閃了 這個是按照你的邏輯 說這句說話 就要自己吃回這個回力錶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認同這句說話 相同的邏輯 就算你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也是一樣的 你支持警察去執法 你不是站在前線 支持香港警察 你也是犯了相同的邏輯 你也是叫 前線警員去衝 自己是鬆的 所以 這套邏輯就算你支持政府 支持解放軍 也沒有用的 也犯了這個邏輯 心無病 如果你支持解放軍入城 你也是叫解放軍 去面對衝突 解放軍也可能有傷亡 你是不是叫解放軍去衝 自己鬆呢 所以這句說話我們完全不認同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走遍